连日来美国银行接连关闭引发金融市场震荡 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 知名投行高盛近日表示 美国的中小银行贷款业务也因此受到冲击 开始收紧贷款 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高盛集团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资产值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 承担了美国约50%的商业和工业贷款 其中中小型银行承担了美国六成的住房贷款 以及八成的商业地产贷 高盛认为一旦储户对这些银行的信心流失 认为自己的存款存在这些银行里不安全 就会出现大面积提现的情况 中小型银行将被迫压缩贷款业务 以保证自身流动性充裕 而这将抑制美国经济增长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分析报道 一旦大量银行收紧贷款 也会给很多储蓄正在缩水的美国民众带来更大的压力 高盛集团估测 截至今年一月中旬 美国民众已经花掉新冠疫情期间储蓄的35% 到今年底剩下65%的储蓄也可能将被耗尽 与此同时 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美国人背负的债务总额飙升 在美国通胀高企 经济衰退风险加剧下 美国民众陷入财务困境 不断减少消费 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销售业绩的下降 进而可能会引发裁员 持续冲击美国就业市场 导致美国经济下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